新闻Online的观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邀请的是蔡正元蔡博士 为我们来分析国际财经局势 那先来关心中国经济的大 中国大陆的经济呢 在这个清零结束之后 现在有各式各样新的动作政策出台 那最新的呢 是中国大陆的政府以持有黄金股的方式 增加大型科技集团的控制 包括阿里巴巴 那持有黄金股增加 对于互联网企业的这个控制 是代表中国大陆 接下来会有新一波 跟互联网相关的政策要推出吗 这倒是不一定啦 因为以阿里巴巴的制度来讲 本身就有很奇特的设计 阿里巴巴其实大股东并不是中国人 大股东也不是马云 马云反而是小股东 但是马云能够控制阿里巴巴 因为他们用一个很特殊的合伙制度 那个合伙制度的意思就是说 阿里巴巴的管理阶层呢 拥有比其他大股东还要来的大的决策权力 这种制度其实就是黄金股的一种做法 黄金股呢基本上就是说 比如说秀琳我们两个合开一个公司 然后这个我的股份比较多 你股份比较少 但是呢你一股等于有五股 或者更大的投票权 这样你就是属于黄金股 我们以前那个三立电视台有个外籍股东 只有占17%的这个股份 可是他的股份被称作黄金股 因为他有否决权 所以有的时候黄金股的设计是说 你最对重大事情比如人事啊 或者重大的这种预算啊 你有一个否决权 这是黄金股的开始的定义 后来延伸到说 你不是有否决权 你还有决定权 像阿里巴巴的就是马云虽然股份很少 但是他有否决权和决定权 所以马云的股份就是代表一种黄金股 所以孙正义本身虽然是阿里巴巴刚开始的大股东 他是韩裔日本人 但是他对阿里巴巴的决策权啊 相对的不如马云 而且甚至还不能够投票把马云换掉 所以这样的一个制度 都是黄金股广泛定义的一环 中国大陆的国营企业的政府啊 如果有黄金股的方式来入主这个 马云的公司那 等于就是说某种程度可以制衡外籍股东 因为阿里巴巴基本上 大绝大部分的股权已经不在中国人手上 所以阿里巴巴是中国人的公司 但不是中国人的企业 跟我们的台积电很像 应该就是 但是台积电不一样 比方我们的政府也有相当的股份啊 大概有将近7%还8%的股份吧 但黄金吗 好像是白银 不是黄金 也不算石 也不算了 他唯一的就是他还有一些行政上的批准权而已 以政府机构的身份来对企业进行管理 但对企业本身政府所拥有的股权 并没有任何黄金股的一个 一个影响 设计或影响的权利 那中国大陆现在如果说有这样的方式的话 对于这一些在 主要营业额在大陆的一些 所谓的 其实阿里巴巴算不算科技材料 我有点的 互联网 互联网 产业范围吧 互联网产业范围 它未必就是科技产业 这个有点距离 你说软体不算吗 不是软体不算 你说他软体有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好像也没有啊 商业模式 这是一个商业模式而已 所以阿里巴巴如果中国大陆 或者腾讯中国大陆的政府 有黄金股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做法 应该这么做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为了让这些企业不要 因为外国人的影响而失控 所以我即便要放松互联网相关产业的 这个过去的这个管制的话 但是对于像阿里巴巴这样子的一个 我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 我就可以有更大的放松的空间 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错 没有错 他有更大的一个管制的空间 特别是阿里巴巴上市 因为有一个特殊的发展走向 蚂蚁金服上去 那蚂蚁金服呢 后来变成一个金控公司 这是正确的 因为即使是现代资本主义 非常发达的国家 他都会强调产金分离 就金融失业跟产业两者的管理阶层 不可以同一组人 这样子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就以台湾来讲的话 你金控公司的董事长跟管理阶层 你不可以是产业集团的控制者 你不能因为你有贷款 或者你有金融的影响力 而去控制另外一个产业界的 一个所谓的制造业 或者其他服务业的 这样的一个经营阶层 台湾基本上是不允许的 所以我们叫产金分离 除了很特殊的情形底下 比如说你是在帮忙处理待账 你帮忙干嘛 所以这个时候有可能 这个时候 但是美国的产金分离其实更彻底 美国基本上它有很严格的分割法 它不只产金分离 甚至于商业银行跟投资银行也做区隔 因为它做了一种叫做系统性风险的管控 就不要说因为你可能 这一家金融机构出问题 就波及到整个全面的金融机构 或者你产业出问题 你就波及到金融业 或者金融会出问题 波及到产业 那基本上是一个黄火墙的概念 这个在美国已经实行了很 我忘了几年了 六七十年有了 那台湾实行很早就开始实行了 那中国大陆以前 好像这方面比较没有去注意到 风险控管的部分 比较没有那么严格 对金融产业 对金融产业 所以把蚂蚁金服列为金控公司来管理 要求它申请金控公司的证照 接受金控公司的管理 然后要跟阿里巴巴本身切断 控制权关系 这个即使就是资本主义的运作 只是以前 这个大陆在推行这种社会主义的时候 好像有点常识说 到底互联网能不能变成一个金融体系 但是当你有贷款行为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你如果是第三方支付 不涉及到存款贷款 那就不算金融事业 比如说简单的微信或者以前简单的阿里巴巴 那只是第三方支付而已 那如果 通宝支付啊微信支付啊 就是支付工具而已 支付工具而已啊 那它并不涉及到所谓放款 那就不会构成所谓金融机构的行为 那如果涉及到放款就会有信用 虽然说这个 蚂蚁金服或者是阿里巴巴 用了什么芝麻信用系统 他们支付是有AI的效果 但是这个系统本身 它的系统性风险还是很大的 所以中国政府用重方式来进行 切割跟管理是对的 就没有监管 就可能会有风险 对 因为金融事业毕竟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 你如果是产业界 你在做投资或者运用的金钱 是你自己的金钱 可是金融事业 你用的是别人的钱 这两码之士 如果你不管不好的话 就像FTX一样 就用别人的钱 那因为FTX刚开始起来说 就很多无辜的第三方受害者 台湾好像也不少 很多 那大陆这方面也开始在学习这种 现代的一种金融体制的管理制度 我觉得这是个正面的发展 正面的发展 当然很多海外的媒体会跟他讲说 你看中国共产党又想要控制企业 控制企业 那不是共产党好不好 那个是大陆的人民银行 或者大陆的什么金管会 银管会这类的东西 或者政管会 他们大概是这样的区隔 所以他们去管理这个 我是觉得是学习资本主义国家 在管理弊端的时候所累积的经验 我这是好事啊 建立一个能够可控可管的风险管控系统 另外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就是纽约证交所的最后两家国企 这个东方航空跟南方航空即将退市 就是在纽约的证交所以后就再也没有国企这样子的一个事业题了 这是中美脱钩必须要做的准备工作 你把这些股权 他们通常就是用ADR的方式 就是说American Deposit Receipt 就是纯托凭证 各地方的翻译可能不太一样 就是说我的整批的东方航空公司 南方航空公司一部分的股权 就纯到某一家 他们叫做纯托银行 就找一家比如花旗 或者是大同银行做纯托银行 然后有纯托银行发行叫纯托凭证 所以他买卖的不是股票本身 而是纯托凭证 像台积电也是一样 在美工买卖的叫纯托凭证 那在台湾买卖叫股票 所以你那个纯托凭证的人 他基本上可以分配到股息股利 可是他没有投票权 因为投票权是由纯托银行代表你来行使 这个股权的一个行为 那东方航空跟南方航空 这一次从纽维证券交易所 准备申请要下市 不再发行纯托凭证 也就是说纯托凭证看怎么清算 然后最后还是把股票拿回来 这个做法基本上是常态 就是说他正面的说法是说 他这个 因为教育量不大 那每一年维持很庞大的行政费用 因为你要花一大笔钱给纽维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费用 那你要花很多钱给纽维证券交易所的查账费用等等 反正还有美国会计室的费用 真的很庞大嘛 但是我是觉得应该不是钱的问题 应该主要是政治上的考虑 就是说他陆陆续把他的央器这个撤除 撤除就是说中美之间万一有发生武力冲突 或者其他更严重的经济冲突的时候 那这些国企就不会受到美国的一些不必要的干扰 美国政府不必要的干扰 因为美国政府现在很喜欢用行政手段 政治手段的干扰 动不动就说你这个有问题 大陆的企业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这个这个做法是对的 我记得你在你节目里面很久以前都主张说 中国的上的大型的上市公司 不要到美国上市跑到香港上市 不只是国企 应该是其他 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 也应该要同进同退 团进团出 不一定要团进团出啦 不同时间不同 分批出 应该离开美国 不需要在美国 这个脱钩是 从这个股市金融产业 这个做他是一个 最后的准备了嘛 就是说 万一如果真的要全面开达 准备一部分 不能说最后的准备 刚开始的准备而已 还有什么其他的更激烈的部分需要准备 多了啦 要从股市上撤退 要在金融事业上跟 美国逐渐的脱钩 这一点呢 这可能大陆要仔细想清楚一点 就在 特别在金融服务业方面 要怎么脱 要怎么脱啦 就是有一些业务不再交给美国的银行来做嘛 那这个 同时呢 这也是有岸外包的概念嘛 当然有岸外包的概念 大陆可以自己在香港 把自己香港弄好一点嘛 你要在香港做也可以 你要新加坡做也可以 不需要嘛 因为 他并不是没有国际化的 金融中心嘛 香港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金融中心嘛 你就搬到香港去做就好了嘛 好另外我们看到就是说 对于这个中国经济在这个疫情之后 其实大家要有各方不同各方面不同的解 解释 跟解读 目前看起来就是好像都一直在往上 宏波发展的方向去推进 但是也有人在看说那这个到底这个趋势 能走多久 是走到哪个程度 不过又从这个习近平 主席最近 所 推出的相关的政策来看 好像目前是经济优先 因为之前好像防疫啊 共同富裕啊 这些价值 摆在前面 现在是不是有点倒过来 就是经济 没有什么倒过来 因为你疫情封了三年 已经 谈不上共同富裕嘛 共同关闭 共同关闭 那现在 解封了嘛 那解封呢 你要从解封的这个起始点 开始往上推嘛 那这个时候恢复经济当然第一要务嘛 共同繁荣有啊 以前已经共同 共同困久 共同关在社区里面 所以现在放风了以后 推动经济是正常的嘛 这个 共同富裕就是说你等到你有富裕了以后 再有 钱拿出来共同嘛 你如果没有富裕你哪有什么钱可以共同 所以要先共同繁荣 才能够共同富裕 那当然 才能够做分配 所以现在的第一要务是刺激经济 继续往上 好像很久以前我讲过说要在房地产上动 动脑筋了嘛 对 所以他现在 前段时间 在这个疫情来之前 他们对于很多的 房地产公司 的那种杠杆太高 进行杠杆处理 所以恒大才倒了嘛 这个对了 坦白讲就对了 因为以前中国大陆的 银行界 对于这些房地产 这种 高度的杠杆 其实是 很大的问题 而且 显现了中国大陆的 银行业 对客户的监管 注意到 银行业放钱给客户 都要监管客户 取个例子 我以前在 在花旗银行 服务的时候 我们对 这个 每一个 重大受信对象的 企业老板 都要注意到他 生活正不正常 有没有绯闻 上眉笔 管的范围还真多 包山包海 为什么 我借钱给你 钱是你拿去花的 我保证收得回来 因为这钱是我 银行的什么 存款者的钱嘛 那我是尽管 帮他们管借钱给你 那你到底有没有 花钱到哪里去 那你这个钱到底会不会 你跟别人借钱 那是不是过程的 负债过高 那你这钱的运用 到底得不得当 还有呢 你不要说 像大陆上某个房地产企业 借那么多钱 结果他的 他的儿子还闯了一道 一屁股的钱 那个叫姓王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王先生很会唱歌 很会唱什么 根本要进军演艺界嘛 对很会唱歌 可是问题是 你从银行搬了那么多钱 你的房地产事业 又没有好好监管 对不对 整天 闹新闻就是你 你儿子跟这个女名是什么 那个女名是什么样 还号称了国民女婿 这个在 在花旗兰系统里面 第一个动作就是 马上把存款动作收回来 变成黑名单 一定黑名单 一定黑名单 这个 只要你借款对象生活不正常 家庭状况不正常 准备打离婚官司 马上就收账 好严格啊 花旗兰是这样的 因为他在 他在拉丁美洲吃了一大亏 借钱给很多人 这些 这些人看起来很有钱 都拿去泡女明星 泡模特儿 对 到这钱都收不回来 不专心做业务 我钱借给你去经营事业 你还不专心 对不对 看起来就是会乱花钱 不会专心做事业 对 那时候 我讲一个故事 那时候我在花旗兰服务的时候 那有一个企业的老板 一个中小企业的老板 然后每次到银行来 信用状况干嘛的时候 都老是看不到他穿什么西装 然后那个 我们底下的那个 我们叫AO Account Officer 负责管理客户的 了解客户的财务状况 生活状况的人 他就写说 这个人 整天在 工厂里面忙进忙出 而且也不太交集应酬 而且不太上 上酒家 也不打高尔夫球 那时候 很多老板人流行高尔夫球 那这个 可见这个 没有什么太大的企业的企图心 是不是我们今年 稍微收缩一下 对他的信用放款 连不打高尔夫球都成为罪状 就表示他的 他的企业交际 可是送到我这边来的话 我那时候还算主管 我马上批 这个是好的贷款对象 应该要给他更多的信用 专心工作都没时间打高尔夫球 很认真 这种人还是我们要的客户 你知道那个人叫谁吗 叫郭台铭 郭台铭 你们的工作跟CIA也蛮像的 其实不是 这是 贷款 因为大陆上的贷款都以为说 你有抵押 就贷款 其实不是 贷款就是 我确定我这笔钱的去向 是真的 是符合我贷款的目的 比如说我借钱给你 你是我盈运周转 那盈运周转我要看到说 你有开发票吗 你有进货 你有出货 都很正常吗 这在盈运周转吗 都发现说 你没有出货只有进货 就有问题了吗 或者是 这个 你只有出货 没有进货 你是不是要跑路 这个 这个做银行的人是要基本的尝试 你不能看看 反正我土地有贷款 他来请我吃喝玩乐 我就照常吃喝玩乐 以前我经常被那个 那个谁那个 张花冠的老公 这个 曾正龙先生 曾正龙 像杰拜兄 他经常载我去吃喝玩乐 可是因为他什么 我觉得他生意做得很好啊 梁蚁卖得很好 梁蚁卖得很好 那时候 简直是 台湾这个 第一大 这个什么 货柜运输商 因为他的 东西价值没有特别高 可是货柜体量很大嘛 所以 叫做台湾 台湾第一 看起来非常的壮观 当时常常做得不错 后来从政了以后 就赶快收 收贷款 另外我们来看了就是最近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到非洲去了 那大家都说他是为了要去跟这个 中国大陆 PK影响力 就是说呢在中国大陆对非洲的经营用力 琢磨这么多 美国呢 拜登也派 叶伦去走一趟 希望能够把非洲跟美国的这个经济连结 再重新列下来 叶伦当然是一个专业的经济学家啦 但是 他的 政治敏感度一向不是那么行 他在处理美国的财政 怕美国的这个财政 碰到所谓国债上限 没有办法运作 这个他很专业 可是要去处理这种涉及到国际政治的 我觉得 就有点问题 他去非洲的一个目的就是说 哎呀世界各国啊 可不可以我们都来免除对非洲的债务 他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美国要免除债务 可不可以中国日本 德国一起来免除债务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叫什么 借花献佛 还是叫什么 还是拿别人的油漆去涂别人的墙壁 这很怪啊 你美国要免除债务 你就免除债务就好了 你先免就好了 问你他债务不多啊 那日本中国债务是相对比较大 所以他这个东西有点的这种 怎么讲呢 假好人 要么你就贷款多一点给 给那个非洲嘛 他在非洲事实上来往的金额不大 所以他这个是假好人 他想用这种方式来讨好那个 非洲国家 非洲国家一定心里想 要不然你借钱给我好吧 你先把你的债务变多一点 然后你再来免除 对啊 像举个例子 像斯里兰卡不债务很严重吗 那其实对美国来讲是小钱 可是 第一大债权国是谁 是日本 那 第二大债权国 是 欧洲 第三大才是中国 就这些人就说 哎呀 中国让我这个负债过多 很好笑 一样的道理嘛 那你美国要出来喊就是 那在日本 你是我好兄弟 你先免除斯里兰卡的债务 他又没讲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是一个宣传战 你不必真的理会说他能够做出什么结果来 不会有实际效用 非洲也很现实很了解嘛 你要喊你喊当然对我有帮助你就去喊吧 那看日本离不离你呀 中国离不离 德国离不离你呀 如果 如果中国 德国 日本 愿意配合你 那我 何乐不为了 对不对 反正我欠那么多钱的不差这一条 那如果说 最好是你美国能够借我钱去还债 那更好 美国借你钱 然后你去还日本的债 换中国 日本跟德国的债 这不更好吗 那你又做不到你又没钱 这种叫空心大劳关 不过美国最近跟日本之间的关系很密切 叫日本做了很多事情啊 叫他买飞弹啊 叫他这个做什么新的军事部署啊 他都答应了 那这件事情应该也可以请日本 一起帮个忙 可能有点难 为什么 因为 你买美国的武器或东西啊 这个是岸田文雄可以花纳税人的钱 但是你叫他免除 这个债务 那是岸田文雄金主的钱 金主说 岸田文雄 你算老几 你叫我什么钱收不回来 那正好你滚蛋好了 岸田文雄不会干什么事 因为那个钱大部分都透过 日本的大银行往外送 所以 这些 这些所谓的金团联 他们日本的金团联 怎么可能 哈 你做人情做到我的钱来 我是你的金主 所以全世界每个国家都一样 最倒霉的就是纳税人 那当然啦 大企业家永远就是被保护得好好的 那当然啦 因为 政治人物是大企业家的代言人不是吗 中国例外 他们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所以马云野心薄薄 他觉得说不定可以当国家领导人 从此就没希望了 想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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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看到就是说 欧洲的一些经济数据 好像跟之前大家 所 判断的 有一点落差 就是最近欧洲的经济数据包括通膨 包括一些相关的 这个经济的数据 看起来不比美国差 然后呢 有人说现在的欧洲经济应该可以看成是软着陆 而不是之前大家所说的硬着陆跌摔得鼻青脸肿 是这样子可以这样子判断吗 我觉得欧洲人想太多了 又想太多了 他们现在已经鼻青脸肿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核心通膨比美国来的低 这什么好比较呢 通膨还会有分核心不核心 那是经济学家在分析用的 就你一般的老百姓的生活状况 你今天要付的账单 你会分说这个不是核心通膨 那是核心通膨吗 都是要付的 都要付嘛 不核心你要付 我是觉得很无聊吧 举个例子 什么叫核心通膨 就是扣掉能源跟食物价格以后剩下的 那些什么 雜资啊 那些什么 雜资费用啊 那个部分的物价 叫做核心通膨 难道能源不是核心吗 那为什么会放在核心的 不是因为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我国内因素比较容易控制的 鸡蛋啊 这些比较容易控制 不过 食物又不是一样 大部分食物在欧洲或者很多国家 食物是有国际性的现象 我们台湾不太一样 我们台湾是鸡蛋在长 大陆 日本鸡蛋不长 他认为食物是有国际价格的现象 粮食本身有国际价格 小麦 稻米有国际价格 就是有国际因素的我就不能算在核心里面 对 它是这样的区隔 那是经济学家在处理问题上 开药方用的 那能源的价格 当然不是核心价格 你德国自己没产什么能源 都不是从Saudi Arab 就从 就从那个什么 从东州买后就上俄罗斯买啊 你自己也没有 所以这个部分的物价你是不能控制的 那它是核心物价说你看看 我这部分涨的米米给我少 这个 这个 就是不要再说我是坏学生了 后面还有比我更糟的 对没有 他说 我虽然数学不好 英文不好 那这两个不算 我的 国文历史地理很好 这一部分 比美国人好 你在讲什么嘛 我是很无聊 不能判断说他们的经济 就是很平安的降落 通货膨胀还是很严重 还是8%到10%中间摆盪 这个对欧洲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 警讯了 他今年的通货膨胀 因为经济衰退的关系 所以他会比较 通货膨胀比较没那么厉害 但是 还是 6 7%以上 还是很严重 因为每一个 经济体 同样的通货膨胀率 比如同样8% 有的经济体损伤很重 有的经济体损伤就不重 因为每个经济体的结构不同 还有通货膨胀的原因不同 所以 不能说 通发烧 通通吃退烧药 那不可以的啦 那是哪一个国家的经济学家 实在搞不清楚 这种医生不要看算了啦 不过就是说 虽然你说通膨 这个核心通膨率可以低于美国 但是 对于欧洲来讲更严重 问题是经济衰退的 这个速度应该是会比美国还要严重 当然比美国严重 他 去年经济衰退也就不说啦 那2023年经济会继续衰退 当然他会讲说 我平均0.2 我的平均可能1%到2%的增长率 因为欧洲经济体本身 他有个特色就是发展 不平均的幅度太大了 因为欧盟本身 你讲德国还讲西班牙 还讲意大利 还讲希腊 还讲波兰 还讲立陶宛 这个拜托好不好 那个差距很大 所以那个有时候 欧盟的平均没有意义 为什么 他并不是在同一个财政部底下 他不是在同一个政府底下的管制经济体 那欧盟是中央银行在调节而已 那中央银行 欧盟的中央银行权力 不像 那个美国联邦准备银行那么大 所以 这个东西 欧洲今年还是有苦日子要过 苦日子要过 就是说经济上面 没有他们想的这么乐观 或者说现在 在跟民众信心喊话说其实我们并没有那么糟 这个医生总该安慰病人 因为他开不出好的药方 只好说你自己会好 你应该很快就会好 你多喝水多睡觉 你还没有很严重 那个平秀林确实很严重 你还没有很严重 你可以忍耐一下 所以我是觉得 走夜路吹哨子的概念 当新闻处理好 但是你把它当 政策的话就有点离谱了 因为 现在欧洲的老百姓日子还是过得很不好 不然你只要看看 这个 法国到处 在罢工抗议 那德国还有很多国家动不动就上街看 老百姓日子过得不好 所以经济议题还是接下来是比较严重的 不过我们来看就是 这个重大的一些产业 包括 欧洲的这个 飞机 至少啦 空巴的这个订单 在这个 消资访问 北京之后 开始有订单 那波音 在这个方面就被空巴追得很惨 不过因为中国大陆自己的C919 也要这个量产 商业化 那所以未来包括波音 包括了这个空巴的 产业是不是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这个欧洲经济 还有一点的温度 我其实要感谢中国 因为如果中国再不买 这个 空中巴士的话 那欧洲不是更惨 因为空中巴士你别小看 它那个零组件的那个产业链 广啊 那个 一架飞机 产业链有多广啊 绝对是比一个车子产业链更广 零件啊 配件的更多 而且金额更大 你看它一出手就 一两百架飞机啊 那这些人今年的尾牙就好过日子了 不用吃鸡头了嘛 没有裁员嘛 像那个英特尔裁员那么凶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有多大 再来 你看嘛那个 BMW 或者 宾市这两个大车厂 或者奥迪 现在市场最大在哪里啊 欧洲都没有人在买啊 中国大陆在买啊 中国当先解封了以后 听说那个看车子的人潮 跟我们台湾的周年群是一样啊 很可怕的一个数字啊 所以 欧洲就拼命把车子 领组件 送到中国去组装嘛 因为它中国组装总是比在 这个 德国组装便宜为什么 组装一半没电 气死啊 中国没有这个问题啊 所以 这个对欧洲的经济你看有多大的帮助 稳住了德国的产力 德国产力是欧洲的重心嘛 你把德国拿掉的话你说欧洲还什么 法国红酒嘛 那可不喝的吧 当然现在中国大陆喝红酒是 开始有点像灌水一样 好不容易封那么久 把以前三年没有喝的通通拿出来喝 在家也可以喝啊 在家买不到啊 你必须去买 不能出去买啊 不能出去买啊 所以 让老板现在可以比一下也很好了 那现在整个欧洲的经济体 跟中国之间的贸易是它的很大的火水 那现在 大陆上的这个所谓西角919是刚起来 它当然短期内是没办法取代空巴 因为空巴有长程的飞机 有中程的飞机 然后你现在这个C919是属于中程的飞机 大概飞在5000公里左右吧 表示它并没有跨桌飞行嘛 你要飞到欧洲去的话就不能用C919了吧 C919要取得国际认证 大概还在努力当中 应该不难啦 但是美国会故意当你 故意当你 但基本上是象征性 希望它的波音还能够再撑久一点 当然是这样嘛 人总是有私心嘛 讲的都冠冕堂皇 事实上干的都是一些狗皮倒灶的事情啦 那C919至少可以在中东 可以在这个 非洲 应该可以有相当大的市场 因为它的CP值比较高嘛 那非洲的国家 我动不动买你波音那么贵还会甩飞机我干嘛 而且东南也会有很大的市场 大陆更不用说啦 大陆更不用说 所以C919我是相当看好 那美国波音公司在中美对抗底下 中国会继续拒绝买波音的飞机 拖勾继续拖 那去年好像在买了八架是不是 因为签了又不能不买了 好像七八架而已 就被清零了 波音在中国大陆的市场被清零 合理啊 合理啊 你这个也制裁我 那个我制裁我 我干嘛买你飞机 而且波音还是军火商啊 更不能买 就让你继续挂在那边 波音最近还安全问题很多 安全问题哪来说嘴嘛 你看你印尼也摔机 这里也摔机 我白痴干什么 等到你不摔了再说 这合理啦 刚好给他逮到个小辫子 可以说嘴 这是合理 我觉得中国要继续加油 继续抵制波音飞机 这样子中美的脱钩就看 比谁的气场了 当然比气场啊 刚刚只是有关半导体只是上半场而已啊 还有下半场 还有中场 这场是要派延长赛 除了波音之外 最近大家也注意到就是印度的汽车市场 像比亚迪就到印度去又多开了新的这个产线 比亚迪显然在这个汽车产业里头的 这个进攻性还蛮积极的 印度呢 在去年的汽车效量已经超过日本 现在呢 第三名 中国美国再来就是印度 因为印度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这一波中美对抗他们捡到枪 俄乌战争他就捡到枪 他捡到好多把枪啊 只是啊 左右逢源 目的的 运气真的不错 不只运气不错 脑筋也很透极 你要站得我假装站过去 可是另外一只手他勾人家 血树真仓的 狗狗手 所以 这个整个印度的 成长的情势 不错啦 那不错老百姓有点小钱就买便宜的车子嘛 所以印度的汽车 这个销售量是大幅扩增 那什么塔塔集团 汽车卖得非常好 不过他的汽车品质还没有那么好 平常讲 因为就是 刚开始嘛 那 以前都是那啵啵车 那种三轮的 啵啵车 这好不容易有钱买点小车子 他就会 很开心的买点小车子 而且电动车市场在 印度应该会有很大的发展 因为有几个 印度是个缺油的国家 老是用油 油价要是贵的话 老百姓加油得很辛苦啊 靠俄罗斯啊 还是很贵好不好 他本身就是没有油 这是一个天生 上帝给印度很多宗教 可是就是没有给印度石油 这是一个比较很特殊的现象 全世界石油产量 蕴藏这么少的地方 很少见 这么大的土地 这么少 就整片土地上面挖不出油来 对 拉丁美洲还是有油啊 美国还是有油啊 中国大陆虽然靠油进口 人口多 他自己还是有产油啊 就偏偏在印度那边 只给他四家模拟 其他都没给 这是很 很伤脑筋一件事情 那印度没有有这个事实啊 就是变成他发展电动车是 势在必行 印度又很有趣啊 他的电价差异很大 白天电价跟晚上电价那简直实在是 听说差了三倍 白天电价非常的贵 晚上电价相对便宜很多 那电动车在家里晚上充电嘛 对不对 所以电动车会流行跟这个有关系 他的白天跟这个夜间电价的差异主要是因为白天都是工业用啊 那当然很多原因啊 因为他的百货公司比较早关门嘛 商店人是如此 印度人早早睡觉 所以印度的生小孩生的比较多 生活形态 对 所以电动车未来在印度的市场是应该大有可为 所以比较迪要很积极的 强攻 印度是其实在搞电动车 他只是 品质没那么好 像我们早期的玉龙 对不起啊 早期的玉龙 不是现在的玉龙 不是现在的玉龙 早期的玉龙 所以刚开始而已啦 所以他的 数量多 成长快 可是高品质的车是不多 跟中国大陆不一样 中国大陆已经过那个阶段了 中国大陆现在追求是高品质的汽车嘛 什么智慧 驾驶 花样越来越厉害 你没看到比亚迪 那他种的东西 虽然跟他的 他的整个软体 跟那个TESLA还有一些距离 应该很会很快会赶上 你现在你只要把想现在的汽车 把它想成一部很大的 伺服器 不只是 TEC 是一架很大的伺服器 你就知道未来汽车 市场上 会有多特殊 电动车市场上 会有多特殊 你上礼拜比较这个比亚迪跟特斯拉 有很多人不同意 就说你把这个 特斯拉的品质 讲得太 太高档了 他说比亚迪现在的这个高级车有很多都已经超越特斯拉 那我同意啊 民主自尊心 总在辩护一下 这一点无可厚非 我只是很客观来讲 现在即使是 比亚迪的 最高级的车子 他在这个 短体设计上面 跟特斯拉还有一点距离 还有距离 然后 当然现在华为进去帮忙 可能会加速他拉 缩短这个距离 但是在这个 这个实际上 特斯拉 因为跑得快跑得久 提早起跑 很久 而且一开始他就锁定了 要把车子当作一个 一个智慧型电脑 来看待 来经营 不是只是纯粹会动的东西 这一点是对的 所以 他的特斯拉的这些 三电系统 就是 电池控制系统 然后那个 那个什么 电力控制系统 再加上他的 车辆电控系统 这三个方面的 的一个 前进的先进的程度 还是比亚迪高很多 好市长你刚刚讲到这个民族自尊性的问题 最近有很 热门的话题是说中国大陆的最近的外交系统有一轮人事的 大半风 那秦刚外交部长 谢峰这个驻美大使 那都让大家觉得是比较温和派 对外 窗口 所以有人就说中国的外交路线是不是要从 战狼 路线 做一些调整 那 习近平跟秦刚相对温和的言论 那这又代表中国在整个世界 上面所扮演的角色跟秩序要做一些 根本性的调整 你忘了吗 秦刚是第一代战狼 第一代战狼 秦刚以前在对外发言的时候也是蛮强硬的 你说王毅有比较不强硬吗 也越来越硬了 不是以前就很强硬 以前很强硬 现在就是说他只是习惯像 因为习近平的特色是 硬化软缩 硬化软缩 习近平像是这样子 硬化软缩 他刚开始在2013年上台的时候 他当时对于说我们要怎么样 要这个 从严治党 讲得很温和 就讲完没多久以后 俐历风行 到处双开 到处双开 对 所以他的习惯就是 话好好讲 但是 这个 手法 该严厉的处理 就严厉的处理 他的 你可以看到他的风格是这样子的 那因为以前 你说所谓的战狼 大概讲赵立坚 讲谁谁 其实 这只是 发言的语气不同而已 但是 大陆上面对风格来的时候 他不能不 抬出战狼的策略 他的政策本身还是 战狼的政策 就是 你一拳啊 我一起去嘛 你觉得路线没有调整 没有调整啊 不买波音就是一个 一招啊 对不对 要把国际从纽约证券交易所撤退 就是一招啊 所以现在不只是说的 是做的 动作 要有这个战狼的 这个动作 但是不一定要靠这个言语上面的这个 对阵 偶尔会啦 不一定会啦 就是偶尔会 比如 比如举个例子 美国现在打压中国的半导体嘛 他就抬出一大笔钱 准备进军 我说现在只剩下说 你要索脱对人啦 不难啦 只是只要不要 走错方向或者索脱非人 有搞错一些 一些人 因为你政府拿钱出来搞半导体 不要 比那个贷款更谨慎 我们贷款都会注意这个行不行 可不可以借钱 那你在索脱非人 如果像 就是给钱不是借钱而已 对啊是给钱啊 直接给钱 张忠谋在搞台积电的时候 他也没有去玩什么古董 也没有去收购什么古话 就勤勤俭俭的 整天在搞他的科技工厂研发 对不对 这是好的企业组啊 那如果你找那个曹星成来 他在花很多心思啊 玩玩股票啦 看看美女啦 然后玩玩古董啦 这个 台积电现在还在什么 128奈米嘛 对不对 不连天最近在新加坡好像发展得不错 能做什么 他能做什么 应该就是比较低阶的制程 还是圣诞节的时候会讲话的娃娃是不是 他当然也有很大的进步啦 可是 这个他已经没有能力赶上台积电了 那已经是 不同档次的事情 10万8千里了 跟印度汽车差不多 所以就你来看 就是说中国大陆对外的这个政策路线 基本上 并没有改变啊 不管叫做 是不是叫做战狼 但是基本上强硬的 这个面向 还是在 并不是真的要做一个 比较 温和的修正 你一个伯克棋经过台湾海峡 我就 帅个 遼宁舰就到你这个 关岛外面去演习 一样道理啊 所以未来不管是在 地缘政治外交 或者是在 经贸 之间跟 美国中间的这个竞争 或是叫做斗争 还是会持续 用比较严峻的方法在进行 当然啦 他们的名言很清楚啊 财狼来了 我有裂枪 所以他就准备裂枪 对不对 那你如果你是朋友啊 你来了 我有老酒 对不对 好好招待你 这个 基本上这个方向 态度宣示的很明确 很明确 而且他已经有实力这么做 如果没有实力这么做 像日本如果这样讲 我再不相信 对不对 日本就只上嘴巴而已 体内空虚嘛 你讲的不必吸引他嘛 因为 你负债比例啊 已经到了200多了嘛 那你 岸田文雄你讲什么 你除了跟美国人满买武器 眼含干什么 你什么也不能做啊 所以有经济 实力 军事实力做基础 那当然 你没有经济实力 军事实力 讲的是空话 那政策人就剩下一张嘴巴的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嘛 你外交人員也變成巧婦單為五米紙錘 舉個例子 你今天說好我到非洲去 那葉倫去 你要幹嘛 我來叫日本 德國 中國免除你們的債務 那中國去說你還欠什麼錢我貸款給你 不一樣嘛 對不對 那你做不到就少吹牛 對不對 所以葉倫在幹嘛 蘇維不能幹嘛 葉倫講的不是我美國要做什麼 講的是說我希望其他國家要做什麼 對啊 那問題是日本會嗎 日本也是打麻糊一眼啊 德國會嗎 打麻糊一眼 我們大家組成一個處理債務的團體 開會再說 她說葉倫你要不要出錢 我不出錢 不出錢講那麼大話幹什麼 就想說 我來到處宣傳 這個平秀人家的菜好好吃 我們大家一起吃飯一樣道理 沒什麼意義嘛 所以葉倫就扮演這種角色 不好就不好 美國這麼想要幹無本的生意 所以美國未來的這個對外 這個外交政策還是這種叫做假大空假的 是啊 講的很遠大的夢想 其實根本不會有失效的 他除了派美軍去欺負那個比他弱小好幾級的 那些國家以外他能幹什麼 他什麼人不能幹啊 對啊 好的我們今天非常謝謝這個 蔡振元才博士的分析 希望我們節目的話 記得加入會員 另外訂閱按讚分享 設定提醒收看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我們再見